华联市公所部落一起原住民族伴手里的研习活动 最后一项是太鲁阁族的藤边碑龙 透过基本编码焦座 延伸作为桌上型的文具手机座的创意 市长维嘉贤表示说 希望学员可以研发出更多工艺品或者是伴手里 来增加部落的经济产值 在藤边老师指导下 市长维嘉贤尝试编制藤片 他说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 很佩服老祖先的智慧 这是华联市公所开办部落一起原住民族伴手里研习活动 最后一项的太鲁阁族藤边碑龙课程 市长希望除了可以学习老祖先的记忆文化 也要加入创意八想 开发成原住民伴手里增加部落的经济产值 今天在华联市公所 我们原型课也开办了相关的主编的课程 这个主编的课程是针对太鲁阁族过去祖先的一个智慧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在给学员制作杯楼的一个过程里面 激发出很多的创意跟想法 那我们也谢谢所有老师也呈现一些作品给我们学员看 其实不只是传统的一个杯楼的一个器具 它也可以变成手机的吊饰 那手机的一个座 那还有名片的一个放置的一个物品 那对于一般来到花林观光的朋友们 如果看到以后可能会非常喜欢 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把这样的智慧 带回去自己的部落里面 能够研发出更多的工艺品 或是纪念品伴手里等 让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够来采买 也增加部落的一个经济价值 那未来我们希望更多年轻朋友们 都能够回到部落里面去贡献一些想法 让部落更有生机更有活力 腾边研续课程邀请到 哥勒文传工作室的负责人 都母恩马少以及助教刘墨君和洪正义等人来指导 课程有5次26个小时 内容包括了传统杯楼介绍及材料认识 虽然是以传统杯楼为主 但是老师也鼓励学生脑力激荡 将杯楼设计成可以放置手机 或者是其他物品的桌上型文具座 也运用媒材编织钥匙圈 或者是手机吊饰等 透过创意发想 希望可以研发出更多的工艺品 为部落来增加经济产值 市长也期盼有更多年轻族人返回部落 带动部落事物 发展产业来延续部落的牺牲命 介入回欢音室报导 hoe更好 好 好 有